Hi H&M, don't waste the time to focus on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problem I am Chinese, I live in China I can tell you it's not even true It's fake! You should focus on the real problem Your T-shirt quality problem啊! 中心社记者专访了这位90后香港视频博主 24日我在微博关注到H&M发表这个声明 我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新疆住过一段比较短的时间 我也认识了很多新疆朋友 我自己hack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有可能有这件事的发生 我觉得其实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是真的 但是他们可能为了一些他们的集团的利益考虑 为了扮可能是所谓的正义的发生 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人权立场出这个stage 那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如果你想做这些事 你不是应该做这些小动作 你应该要做的是加强你的衣服的质量 那我有一件衣服之前买了一件 我只是想展示一下这件衣服的弹性有多差 那我一拉的时候就直接烂了 那我那一刻觉得 你其实真的浪费时间去做这些无谓事 不如想个办法去提高这个质量 谈及拍摄视频的初衷 梁可敏坦言 自己此前在新疆居住 以及同新疆朋友交流的经历 让他第一时间对一些外媒的报道 以及声明的内容被感荒谬 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 新疆的人们互相尊重 生活幸福 并不像报道和声明中所说的那样 大家会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 他们有自己的宗教 有自己的习俗 但是有一个好关键 就是很融合的 读书也一起读 吃饭也一起吃 上班也一起回去 大家有这么融合 互相尊重 你怎么会相信 有人强迫劳动 2021年 谁还用手去摘棉花 我跟新疆的朋友聊 她说 都有的 我阿婆 在香港出生 长大 在内地上大学 创业 转眼间 梁克敏在内地生活已近十年 而这段经历 也让他对内地的认识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以前觉得内地的年轻人 一定是思想很闭塞 一定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当你和人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觉 他们的视野是很广阔的 我自己真的觉得 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对于国际之间的理解 是比很多香港年轻人更深 我觉得很多香港年轻人 他不知道什么叫政治 但是他高度参与 而他们参与的原因 或者他们参与的理据 其实很多都是在网上听回来的 但是如果内地的朋友 他要表提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会找很多资料 他可能会参考内地的媒体 也会参考外国的媒体 他会逐比较之后才再出来 但是香港的朋友可能就更加傾向于 只是相信爱国媒体 而对内地的媒体 那些报道会一副 有色眼镜带着成见去看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朋友 他们得到的资讯 其实是不够全面 不够客观 针对近来外媒对于中国的抹黑言论 梁可明说 作为一名中国青年 他深感自己有责任 有义务站出来 用亲身经历 向不同国家的网友 讲述中国最真实的样子 那你真的看着这个社区 慢慢慢慢发展 你看着这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都在发展 即是你随便 你香港的朋友 你随便找一个内地的朋友去问 你问他 现在的生活是否好过十年前 是否好过二十年前 是否好过三十年前 每一个人答案都肯定是 是好很多 这是百分百的答案来的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 一个这样的政府 一个这样的领导层 他帮着这么多人去提高生活质量 令到大家老百姓都 生活得越来越好 那你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接着你再去慢慢了解更深的时候 你知道我原来中国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帮这么多人脱贫 当你去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你就会默默地去觉得 你作为其中一份子 很荣幸 很自豪 视频走红后 梁克敏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 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 是可以改变大家对香港青年的印象 也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和城市 做点小事 也有很多朋友认识我 喂 是不是你来的 我说是是 其实我最开心的是 我看到很多网友会说 原来香港还有这样的年轻人 也挺好的 其实大家知道 这几年来大家 内地朋友对香港朋友的印象 其实比较差 一直以来都很希望 跟内地朋友说 其实香港都有很多爱国爱港的年轻人 我不敢说很大多数还是怎样的 但是我身边认识真的不少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我希望 大家同胞 希望不要有那么多矛盾 那么多泪气 虽然我真的一个人做不到什么 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少少 真的有人私信我 看到你觉得以前对香港的印象很差 甚至是很绝望 看到你有少少希望 那一刻我很开心 我真的觉得 我好像真的为了我自己的城市 或者为了我的国家 可以做到少少事情 你懂吗